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来而上 以结果为目标的李家超看来 未来五年 香港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在应对这些难题的时候 怎样处理过程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对各界关注的和内地实现正常通关 李家超有何考量和举措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专访李家超 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和解读 特首您好 有位您好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的朋友 大家好 那么从7月1日您宣誓就职以来 我们注意到您的行程非常紧张和丰富 那么在上任一个月之际 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和您预期的思路和判断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感受就是工作的数量真的很多 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 当然我非常荣幸可以就任行政长官 但是我最大的期望就是为香港多做事 虽然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动力越来越大 因为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他们的思真理念跟我很一致 而且他们都是很实干的 所以大家团结起来希望把问题解决 为老百姓做实事我是非常兴奋 而且觉得大家的拼力越来越达到我的要求 对 这也正是您当初提到的《同为香港开心篇》 您当中最强调的就是那个同字 所以说刚才也提到了你的团队表现得特别好 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 其实我同当人者是谈到我们的团队有团结 但是我说的同还有一个更大的概念 就是整个社会 我希望政府可以凝聚社会的力量 各界的力量 大家共同努力 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能力的凝聚 继续一起来 那么一加一就可以比二大 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把香港建成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那么未来五年是香港游至极星的关键五年 中央对新一届特区政府也基于厚望 您也多次强调务实有为 应难而上 以结果为目标 那么暂停看来 未来的五年香港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在应对这些难题的时候您怎样处理这个过程和结果的关系 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有它的难度 因为大部分的问题都累积起来的 当然有一些比较可以很快解决的 这个我觉得在强大的统筹或者是集中力量 解决一些在地区的环境 老百姓关心的痛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快可以处理 但是很多都是一些累积下来的 包括特别就是房屋的问题 房屋问题众人每一届政府都很努力 是希望解决问题 但是第一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建房 也没有大力的开发土地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尽快把时间追回来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我觉得也要面对 但是在我的竞选的政纲里面也提到了 在这个土地房屋问题是要 首先要提失 提量 提效 把所有可以做的事情推浅一点 所以我提出了有一个叫提前上流的计划 众人提前可能不是很长的时间 可能就是几个月 但是对等了很久的老百姓的家庭来讲 几个月也非常重要了 因为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确实感受到他们对房屋方面的很迫切的要求 我们在土地供应呢 长远来讲十年来讲呢 当然是供应应该是足够的 当然是十年都是太长吧 我就是希望呢 把所有这个供应呢 提前如果可以一年 两年 三年的就尽量去做 所以从提输 提量 提效 这个基础下呢 我更希望呢 把所有的这个不必要的一个程序压述起来 而且统筹方面也是重要的 因为限制的不同的部门 如果你协调好了 几个部门一起做 上活也更好 所以在房屋方面 我已经成立两个工作组 工作组呢 就要一百天 我们上任一百天就有交初步的一个建议书 两个组都是由司长级的官员去领导 目的呢 就是要高层领导 效率方面 希望做得更好 集会方面 希望做得最好 而且所有部门的 他们的服从性的 也就更有效 所以都是全方位 焦点向 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 您还在上任之后呢 直面这个通关的这个难题 提出了中途方案 那么在近期香港的疫情又呈现了反弹的这个趋势 根据香港的支撑的特点和这个环境的特点 那么您认为 去如何尽快达到这个肯定的目标呢 从什么角度呢 我们在解放都要尽量努力的 第一 因为我们跟内地的融合是这么多紧密啊 而且我觉得整个发展 除了联通国际呢 更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所以如果尽快的正常往来 内地呢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香港的居民啊 在这方面的要求也很大 但是我们也要务实吧 香港现在呢 每天都有四千多多种个案 趋势还是上升 那么内地啊 也有管控疫情的压力吧 如果要一步到位 可能就难了 以减小居民两地的 减他们的不方便 为我第一个目标 那么这个当然要跟内地的同事们要谈好吧 当然我觉得呢 时间可能要长一点 所以第一步可能就要减小一些不方便的 为第一个目标 之后呢 就慢慢达到了比较正常的一个往来 但是我们香港自己也做好我们自己的疫情管控了 这个目标也是把这个确诚的这个个案呢 把它压下来 所以我已经要求了要更精准的方法去管控疫情 包括呢 从数据 数据的分析 而且把需要管控好的人一定要管控好 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北部都会区这个蓝图也已经汇旧了 香港呢 也正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和一个澳大湾区建设 其间怎么把这个有为政府 同这个高效市场更好的结合起来 当然北部都会区呢 是一个大的一个计划 我是会亲身领导的 我的现在的想法呢 是把这个大的计划呢 短期 中期 长期的分阶段 落实的过程 可以用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提失 提量 提效 所以每个环节呢 除了在我的蓝图里面规划出来之后呢 加压缩的效率提高 第二点呢 就是以一个有为的政府 跟市场优势去结合起来 我们呢 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都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处理现在香港这个房屋方面的房价问题呢 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类似的 市场跟我们有为政府结合的一个方法 简单来讲 我们曾经担心的房价升得太快 那么我们就增加了买家的一个印花税 去把这个需求压述一下 也不影响我们市场的基本的运作 您上任以后也首次开设了行政前厅交流会 以促进行政立法机关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 前期的沟通效果怎么样 首先我要谈谈那个前厅交流会的目的是什么样 因为我觉得在爱国者聚港的原则上面 我们不单是系统方面有爱国者聚港 我们怎么把爱国者聚港这套全把好也是更重要的 好像主席提到的7月1日的重要讲话里面谈到 管制水平有三方面 第一个是系统的学技 第二个是执行力 第三个是谈效果 我在提出这个前厅交流会呢 就是第一 系统上的学技 我是以这个行政主导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行政主导第一要主导 第二要主动 所以我就主动提出把爱国者聚港这个概念再提升一个层次呢 就把我们行政跟立法的关系搞好 那么就有更好的基础做一个良政上级 我觉得前厅交流会呢 是一个好的开端 不同的官员都有信心跟立法会议员沟通 之后呢 是开了一个门 我要求就是我的系统长呢 就积极在这方面而主动的作为 我听到的现在的反应呢 立法会议员是非常正面的 要继续推进 才可以达到我的希望达到的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啊 大家就优化吧 怎么演变呢 我们就从过程里面体会吧 我是非常乐观的 那么民有所乎 我有所应 您在参选期间呢 也深入基层 走入汤房 但解决这些日积月累的这些深层次问题呢 就需要足够的担当和勇气 更需要时间和耐力 那么您有 如何平衡这个现实困难和这个 与市民期望的这种矛盾 我觉得每个政府都要面对这个问题的 老百姓对政府有要求是很合理的 也是不会停止的 因为政府存在的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每天都会有新的要求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 尽全力去每天都解决 可以解决最多的问题 当然行政长跟个人 可以做大的都有限 所以刚才你问这问题 同这个概念是重要的 我的团队要团结起来 向下一心 互补优势 第二个是领导官员 要积极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 在问题初步出现的时候 立即主动就要介入 那么每个问题都以这个态度去解决 我觉得成功的机会大很多 当然政府永远都有一个压力 就是老百姓的要求 总的是比我们解决问题 这个速度更快的 但是我也是乐观的 因为我当了公务员四十多年 绝大部分的公务员 参与自己的工作的 都是有心 希望可以做一些成果出来 让社会觉得自己的工作 是有价值的 现在我鼓吹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系统优化 让这个公务员 它的能力稀放出来 如果是程序太多 程序不合理 旧了 那改 如果是法律 也是 已经不是与时宜并进了 我们也改了 我觉得 每天我比昨天 解决多一个问题 累积起来了 我每天都做了更多事了 所以就用这个态度 去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香港的未来在青年 你如何进一步做好 我们香港青年的工作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 我也希望青年以后照顾好我 之后我也依赖 我们新一代 是照顾我们整体香港的 从青年方面 我觉得 在青年之后的 第一 他在就学方面 我们要尽量给他多机会 在他的就业方面 我们要尽量帮助他们 在创业方面 当然我们要开拓空间 当然在技业方面 我们也要给他 拉入我们土地房屋供应方面 所以刚才提到的几个方面 都要做大量的工作 另外我已经要求 要做一个青年的政策 和青年发展难途 那么也让青年 自己强化自己的能力 有一个正面的价值观 有国局事业 有国家观念 也有一个家国的情怀 那么这个人民素级提高 而且能力也提高 这个多元的照顾他们的理想 那么近一个月以来 我们也注意到 您非常重视舆论工作 公关 那么是不是有想法 把各个政策局的舆论 公关都捅起来 以加强舆论的应急公关能力 我主要想是怎么样 要很公道的 去让老百姓明白政府的工作 有些时候 以前的经验是 政府做了很多事 但是老百姓可能看不到 听不到 那么观念上你好 好像没做事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第一 透明度 多开放 我希望要多用这个社交媒体 让老百姓也知道我们政府的工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我们也希望老百姓 感觉在香港生活有幸福感 你是要你做的事情 做的成绩 让大家都知道 那么幸福感才出现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 我是推动整个政府 不同的部门 不同的官员 就尽量把自己开放出来 尽量把自己的信息 也广播出来 而且在这个过程 也有听到回应 在精益求尽的角度来讲 能做得更好的 而且我希望把我们的网络 接触的范围扩大 因为说好香港故事 不单单是在香港说的 在内地也说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一家人 内地同胞更了解香港 那么就大家的关系更好 互相支持的程度都好 所以我觉得家好 国好 所以这个家 我觉得除了在香港 也扩大了整个国家层面的 这个大家庭 而且外国人知道香港的情况 我们现在香港这个文化 我们要打造香港一个文化基督 他们觉得香港的文化艺术 发展很有吸引力 所以希望来看看 开放自治 让尽多的范围的人士了解香港 我觉得都是对香港好 而且也是对人民好 对 其实你也在亲力亲为 您在这个 特别重视这个社交平台 自己还开通了这个微博 是 那么请你谈一谈 你开通这个社交媒体的初衷何在 我觉得所有事情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我刚才提到了 我都希望大家更了解对方 也希望我们不需要经过中间人 去让大家了解 所以这个微博有这个好处 我会集结跟广泛的老百姓大家沟通 而且我也收到一些信息 让我知道香港跟内地一些关系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也是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既然我们是一家人 每一个想法都应该第一知道 我觉得大家有共同意愿都是希望香港好的 因为香港好也符合国家利益 也符合我们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这个共同目标 所以我开通微博 我是从中也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认真想想 有任何可以更广泛的杰出不同的人士的方法都应该考虑 那么前几天我们注意到有专栏作家曾经指出来 有团体在登录上因为悬挂国旗而被陆证所罚款了14万 那么您在当天晚上就通过社交平台来进行回应 并且指示有关部门豁免了相关的罚款 那么并展开这些正确悬挂国旗以及区旗的引导 对于这种事情的处理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是着力提高自理水平的一个迈出的一小步 当然有这个角度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决定做的事情要尽快做得好 两个元素 第一尽快 第二个要做好 香港在19年到现在 我们首先有香港国安法 把香港安全和平稳定带回来了 之后完善选举几度 由爱国主局管的援局落实 在这个基础下 我们怎么做好整个香港在一国两制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不单是要看香港利益 更要看国家利益 那么在一国两制下呢 爱国御史是应该培养的 那么我们以前在这方面做的不够 现在努力做 所以我在这个市里面的感受就是 领导的作用很重要 领导要立强很明确 政府的政策是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所以每个部门就从这个目标去做工作 最后也要建一个系统 把爱国主义教育做好 所以从这个完整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单看第一步 也要看最后一步 这个教育呢 现在我已经要求有个政策 做好每个环节 简单来讲 很多人也不知道 我寻挂国旗之后怎么处理 不许单单就用不尊敬的方法去处理 用尊敬的方法处理 这个是教育一部分 我对事情的判断就是 部门是需要领导 是做出明确的方向向的一个指导 我也希望在节五年 我们在节方面会做得更好 更快 我们想知道特首在最近一段时间内 将要推出一个什么样的新举措 我在十月 我是第一份新举报告 现在我是开场要寄寻 我个人有一些新的想法 也听听各界的意见 综合之后 十月时候的新举报告 应该有一些新的举措 向大家交代 所以给我一些期见 在七月很快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的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